神父你第一次听到教宗退位 你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我听到教宗本土16退位时 第一个感觉就是很惊讶 就是觉得真的吗 有这么一回事吗 那之后真的听到是事实 也跟我一些教友的反应一样 就是感到难过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生病 或是生病的严重 或是有什么因素而退位了 但是我在更了解之后 而看了一些新闻 听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年龄 的确是很大了 这是85岁的一个领导者 精神也在比较不是那么好 那就是觉得 这位我们的大家长 真的是一个可敬佩的一个领导者 就是因为他在自己觉得身体的一些有限 体会到自己已经在带领整个整个教会有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而愿意退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因为他也知道 因为他也可相信说 他在这当教中 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带领 而在他因为身体的不足的精神的有限的 他愿意退下来 让有更新的一个领导者带领整个教会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学习他 在形容上的角度不能说 所以说 我们真的可以学习他 来听清楚了